你不可能成为一个 所有人都欢迎你的人 所有的善良都必须带点锋芒 你太是一个老好人来者不拒 你就会成为一个烂好人 烂好人大家就会觉得 把你的好丹做理所当然 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你天天给他热情 给他解决帮助 他真的会觉得理所当然 习惯了就理所当然 但实际上呢 你自己做不出成绩 所有的晋升机会加薪 都跟你没有关系 我也不顾虑我的下属成为这样的人 你千万不要说 把我自己重要的事情都放下不做 然后帮助别人去做雷锋 我给这类人建议 第一个就是要摆平你的心态 你不要觉得我不拒绝别人 就是对别人好 我想成为一个大家都欢迎的人 你实际上做不到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 所有人都欢迎你的人 当你成为一个大家都欢迎的人 就告诉你自己 你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所有的善良都必须带点锋芒 如果你的善良是没有底线的善良 你就变成了理所当然 被人利用的一个人 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你一定要区分出来 哪些人找你的事情是谁 对公司来讲是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你必须马上去配合他去做掉 但是如果他找你的事情是紧急 但是不重要就不做 或者对他来讲是紧急又重要的 你可以授权给其他人去做 然后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要做重要 但不紧急的事情 就是你每天规划的事情 都是你重要的事情 他不很紧急 他可能是下个礼拜才交作业的 但是如果你不每天做 拖到下个礼拜最后一天再交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重要紧急的事情 忽着把它做完的时候 通常质量都不会太高 你的领导一定会对你不满意 所以最后你会什么 讨好了所有的人 但会对不起你这个岗位 对不起你的老板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区分 有些人就是可以拒绝的 有些人就是可以得罪的 比如说把你的好当作理所当然 把你递过去的水 当成这本来就是我的水 这种人就是可以得罪的 合作和做 就这么做了 这一本来是 mism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